大家好 好 這次可以參加這個生命講師研習課 非常感謝陳土金理事長的開辦 還有陳榮虎大哥的協助報名 那實際上我來參加這個研習班 只是很單純的想聽聽各位怎麼樣 去面對自己生長的人生 那自己還可以給孩子什麼樣的人生 那圍奇他當然是在比較晚的時候 才變成生長者 那他是在七歲的時候 然後因一個不知原因的疾病 瞬間就變成了一個四肢截肢 然後頭腦受傷 右半邊貪汗 然後醒來什麼都不會的一個小孩子 在一個這麼快速 然後又這麼嚴重的一場無場 那這個家人呢 你覺得他可以接受這個事實嗎 我想大家的答案應該都跟我一樣 沒有辦法接受 那我也不例外 那還有更嚴重的是 我的先生今天也有來到現場 當時的他 因為他是一個家裡最重要的主人 也應該說我們家的經濟跟所有的大小事 應該都少不了他 結果他竟然受創到想帶著圍奇走上絕路 可是我也很幸運的去發現他這樣的行為 所以呢我就很深情的告訴他 如果你要帶圍奇離開 我第一件事先想要做的是 我們就離婚 然後所有的小孩人什麼我都不要了 然後你就可以好好的帶著他離開這個人間 可是圍奇的爸爸 這時候好像也不知道怎麼了 突然醒過來 他就說好 那我們就一起努力 然後來承擔這個無常 來帶好我們兩個非常幼小的小孩 那圍奇是老大 那七歲的時候是生病的 那弟弟呢才六歲 剛好也要上小一 可是如果要好好的帶這個孩子長大 那師弟就要先把孩子的疾病做好復健 可是當我想要面對這個重創的時候呢 我去詢問了一下社會局去請求他們幫忙 可是社會局竟然給我一個答案是 你可以把你的小孩送到教養院嗎 然後就有人可以幫你們照顧啊 可是你覺得你的爸爸媽媽可以忍下這樣的心 很心把你丟掉嗎 我想沒有任何一個爸爸是會 或是媽媽願意這樣把自己的孩子 丟到一個教養院 讓他成為一個植物人躺在那裡 然後不知道他的未來是什麼 那我也因為想帶好孩子 所以就開始向外求救 那大家覺得向別人求救的時候 是一件很丟臉的事嗎 雖然大家會搖頭不丟臉 可是為什麼身上的小孩 常常會被家人關在家裡 被欺負被罷了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實際上他的家人也跟著生病 家人也受傷了 家人也受傷了 父母會去想到自己的傷痕嗎 我想 他第一個 最想做的事應該是 救回自己的孩子 怎麼樣把自己很 那個通潤的生活 再把他倒回政府 甚至可以跟大家一樣 健康快樂平安的生活 那我當然就是第一個想要救孩子 再來呢就是把弟弟也安更好 所以我們我和我先生呢 就兩個人同時辭掉工作 然後甚至請別人幫我們宣傳 那這個被報道的原因 是因為有一個老師 他自己也碰到了兩個小孩 碰到了車禍 然後截肢 看到圍棋非常的幼小 然後他的身上程度 又是這麼的嚴重 如果是靠自己父母來養大他 可能會是一個非常非常困難的事 所以他就告訴我 如果我願意的話 他願意幫我找一位記者 來採訪家裡 然後讓我們的狀況 做一次新聞報導和募款 那也因為各臺電視 看到圍棋 他們在拍圍棋的時候 就覺得這個小孩子非常特別 他竟然在我們家庭院的那個 溜滑梯 他可以徒手這樣子一直爬到最高點 再把它滑下來 看到了圍棋 他想要往上爬的那個力道 所以呢 各位各個新聞媒體 就號召全部可以用到的媒體 不管平面或是那個 電視或是報章雜誌 都紛紛的來報導我們家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得到了社會上的贊助 那這個贊助您覺得 是可以永遠得到支持嗎 絕對不可以 所以我們也有想到這個問題 那後來呢 先生因為有遺跡之長 我們家也就開了書餅店 一方面可以在家裡照顧小孩 二方面就可以把自己家庭的經濟建立得更穩固 甚至可以還掉自己才剛剛買不到三天的房子貸款 所以圍棋也就在我們的帶領下 這樣子一步一步的成長 可是我帶著圍棋到外面去出去走走 然後你想看到他這樣跟大家不一樣的四肢 還有他一個反應並不是很良好的一個孩子 你想大家會對他有什麼樣的眼光 他是一個生長者然後被嘲笑被遺失 剛開始我帶著圍棋出去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理所當然 自己孩子生病了 本來就應該出去吸收陽光正向一點 然後可是每一次都看到有人這樣用異樣的眼光來看他 所以呢我也開始覺得非常的不舒服 也覺得怎麼會有這麼多好奇者 要用這樣的眼光來看他 心裡雖然不舒服 可是我卻沒有勇氣去告訴那些人 你們可不可以善良一點 對他不要用這麼奇怪的眼光看待 後來呢 後來呢因為我自己不敢 所以呢我用另外一個很有趣的方法 那就是叫尾棋自己去告訴別人 說說反正說反正我不是車禍 反正我不是車禍 我也不是火燒傷 我是生病 怕被動回主動 然後主動的去告訴別人 我的身隙 我的身隙就是一場疾病 是因為什麼原因 說實在原因就是不明 不明原因 然後反正就是生病的 那圍棋那時候的頭腦 我剛剛有說過嘛 腦傷 所以呢他醒來的時候 什麼也不知道 只要我告訴他什麼 他就說什麼 那也很順利的 他也很開心的去告訴別人 我就是生病啊 我沒有被火燒傷 我也不是被車撞到的 然後他這樣一次一次的 勇敢的去面對這些異樣的眼光之後 他也會開心的回來跟我說 媽媽我今天又告訴一個人 他本來就這樣站在遠遠的地方看我 然後一直也不知道在想什麼 然後由於他的腦傷 所以他不在意別人的眼光 也搞不清別人的眼光 那大家覺得他腦傷是對他是好還是壞 有好有壞 有好有壞 剛才也有好也有壞 可是以他的心理建設來講 這時候這是一個好事 那你們覺得生長者 成為生長者是好事還是壞事 不一定 不一定 對 大家第一個 這樣叫什麼 框架中的概念 跳出框架 對 我就是那個跳出框架的媽媽 從來不會去為孩子預設立場 也因為我不為孩子預設立場 所以圍棋沒有腳怎麼樣 可以跳舞 因為他沒有手 大家會給他去學琴嗎 會給他去畫畫嗎 圍棋只有開一個口 媽媽我想學跳舞 媽媽我想學畫畫 他想學鋼琴 每一個他想要的 這時候我就很認真的去幫他找老師 只要老師願意就給了圍棋 所以圍棋才會走出一個 跟一般生長者不太一樣的生活 也因為他有了這樣的興趣和才藝 他的後來的職業表演 也就因為這樣成為他快樂生活的一個重要關鍵 那我在帶圍棋這個過程當中呢 當然也有很多很不為人知的創傷跟痛苦 可是卻自己完全的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什麼 實際上自己一直到去服製團體 學佛法之後才清楚明白的 自己根本從頭到尾就不曾接受過 圍棋的這個品頭 也就是說我只是在尽一個責任跟義務 可是我是受傷了 而且傷很嚴重 甚至我也想過 我可能修復的能力也很差 那這個真的也是在佛法裡面才知道 原來當我們心出了問題的時候 是誰出了問題 真的是自己 自己要為自己去做調整 然後你的人生才會有希望 所以各位朋友記得 當你覺得不開心 或是覺得別人對不起你的時候 千萬不要怪別人 先想想自己 你的想法到底是走在黑暗面 還是正向的那一個方向 當你願意走出來 路路都是通羅馬 當你不願意走出來 事事都是你的藉口 好 我今天演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